现在马来西亚的overall 它是跑一个调整 就是讲整个market 过去的一个月 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的洗盘 如果你问我马来西亚的股票 我们要讲之前 之前比较uptrend的股票 然后它拉回来 最近有退回来 退回来的过后 它也是最近 开始往上涨 如果你问我哪一些股票 值得关注的就是 这些什么semiconductor 这个MPI 它是有涨的 然后现在 它是在休息着 要回来的感觉这样子 就讲之前它是跑的 然后最近correction 它就休息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休息 最近是调整 它开始转回蓝色 不过很多人就会讲 哎呀30多块 不会买的啦 多数的人是不会买这个股票的 不过我们只是 先讲给你看先了 OK so 比较可能会买的呢 比较有多人会看的呢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Great Tag Great Tag 是一个就是讲 哎 最近如果bottom master OK 有抓到它的底 然后呢 现在呢 又开始往上涨 然后呢 这边呢 又出现蓝色的箭头 这个是告诉你 哎 它开始呢 转上来 它开始 复苏 所以呢 过去的几个月 其实这些股票 都是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market调整的影响 不过最近呢 它有跑回来是一件好事的 所以当然呢 就是这个D&O 也是一个最近呢 出现了一个bottom signal OK sobottom signal出现了过后 它还是红色 不过不用担心 这个是 至少它没有继续跌 至少这个呢 是一个支撑 OK 这个是一个支撑 OK 所以在这边呢 很多人他可能会问 什么叫做支撑 怎么样去看支撑呢 当我们就是看一个股票的时候 OK 我们不会讲 这个三块钱是支撑 还是两块钱是支撑 我们不会去猜这个股票呢 到底呢 这个支撑是在哪里 其实呢 支撑呢 就是呢 讲support OK so support呢 就讲一个股票 如果它一直掉 一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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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支撑在哪里 其实呢 我跟你讲 其实我也是 我也是不知道 OK 我也是不知道支撑在哪里 不过呢 如果呢 你真的是有看到它 没有再跌了 这个呢 才叫做支撑 很多人呢 他是讲 哦 这个什么moving average啊 什么线啊 是那个支撑 OK 这种什么线是支撑 这个线是支撑 什么线是支撑 OK 其实呢 这些线呢 都是我们自己讲的啦 不过讲真的 你问我真正的支撑 是什么支撑 真正的支撑 就是那个股票没有在跌 那个才是 真正的那个支撑 所以当你看到 那个股票呢 它真的没有在跌 代表着 真的有人进场去买 真的有人进场去支撑 这个股票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到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呢 说 哦 这个股票本来是 被卖下来的 不过到了这个地方 没有再跌了 这个是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 跟我们要进场的价钱 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你的一个风险 你的risk 所以当然呢 如果你买了过后 它反而跌下去 这样这个就完蛋了 这个危险 OK 危险 OK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呢 是真的是有一个支撑 不过呢 到底会不会起 不是看我 不是看你 是看谁 是看这个庄家 是看这个市场 所以呢 为什么我会讲 D&O 是蛮漂亮的 就是因为呢 它真的是跌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的signal 也抓到那个 低点 然后呢 它也成功的就是 直跌 OK 然后没有再跌了 然后就反弹 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 一个股票呢 如果呢 它很会涨 它一定要就是转弯 然后呢 再创新高 然后呢 再跑 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呢 它转蓝色 就是它有可能会 继续跑的 如果一个股票呢 它没有转蓝色 在我们的system 没有转蓝色 它还是红色的话 这样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呢 接下来 如果这个D&O 转蓝色的话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着办了 这个呢 就是呢 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因为它一向来 就是比较不错的 OK 所以DUFU呢 DUFU呢算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股票 因为呢 在这段期间呢 很多股票呢 其实没有创新高 所以DUFU呢 在这一段期间 它是其中几个股票呢 先创新高的 就讲 为什么会有人 去买在这么高的价钱 这么多股票跌下来 这么便宜 为什么要买这个DUFU呢 为什么会有人要 用高的价钱去买一个股票 可能他觉得还会再起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觉得散户 OK 在调整的时候 会去买创新高的股票吗 我觉得 应该是不会啦 OK 散户呢 应该会去买那些 创新低的股票 通常啦 通常啦 就讲 手套啊 那些啊 创新低的啊 一直在跌的啊 OK 这个呢 我觉得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我不懂哪一个股票 有创新高 不过这个是 比较稀有的 稀有品种 OK so当然呢 OK 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会去看呢 就是 之前 很会跑的 这些股票呢 Hexstar 也是 最近呢 转弯 那个Bottom Master 也是有 就是 就是抓到它的底 所以Hexstar 是做什么的 OK 你去了解一下 哦 你就会找到 Hexstar呢 原来是做 农药 对不对 然后呢 除了Hexstar的话呢 你看一下 这个 SAMCAM SAMCAM是做什么的 可以去了解一下 哦 这个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 去了解一下 这是做什么 因为呢 哇 它哦 也算是 厉害的 OK 因为呢 有很多股票呢 其实呢 都是 横盘 都是呢 往下跌 所以这个呢 它没有往下跌 它只是创新高 拉回来再转弯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 所谓的就是上升趋势 庄家 哎 还在耶 庄家还在 就是呢 所谓的就是 比较强一点的股票 OK 所以你去了解一下 OK SAMCAM是做什么的 OK 还有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NCOM NCOM 也是一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 哇 这个呢 也是就是 所谓的就是 比较强 有一点点 庄家 OK 庄家有来 有进来 所以呢 这个呢 你去找一下 NCOM OK 这NCOM呢 是做什么的 所以呢 你去 大概呢 去了解一下 OK So 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呢 跟 好像 农作物啊 还是Chemical啊 有关系的这些股票 OK 他们呢 也是就是 在跑一个 所谓的一个 Uptrend 而且呢 不是很热 OK 还不是很热 OK 还不是很热的话呢 这个就是 那个 我们比较 喜欢的啦 So Malaysia的话 OK 主要的 电子股 还有呢 Chemical的股票 So Electronics And Chemical OK 这两个呢 是比较注意的 So Tasko的话呢 也是一个呢 就是呢 我们比较注意的啦 它也是就是属于比较强的 最近呢 它也是这个Bottom Master 抓到那个最低点 然后呢 从这边 OK 它就开始 拉上来 所以呢 如果呢 Bottom Master 就是想成功啦 OK 成功的抓到那个底 OK 这个股票呢 很有可能就会有这个Blue Arrow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步一步呢 就能够抓到那个比较 就是那个刚刚开始的一个trend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呢 很多人会问那个 手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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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股呢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看 OK 没有什么看 反而呢 之前有讲过的 就是讲这个T1 这些呢是属于呢 比较强的 还有这个SCGM 如果你看的话呢 T1跟SCGM 哪一个 比较强 我看到是可能T1啦 不过 这个SCGM呢 跟那个T1 每一次通常都是一起在跑啦 OK 所以呢 我们两个都 会放在watchlist里面 所以通常呢 我们就会看这个First Blue Arrow 所以接下来 这个星期 你就会关注在这个First Blue Arrow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 Tasko啊 GridTag啊 VS啊 OK 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 哪一些股票呢 是有这个First Blue Arrow的 那些比较 早有First Blue Arrow的股票 也算是比较强的股票 迟一点的就是讲 可能一个月后才有First Blue Arrow的 那个呢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你问我就是讲比较老的那种 Tax Electronic Stock 什么Penta Francon OK 其实VS呢 算是比较强 那种什么Inari 其实呢就是Great Tech VS DoFu啊 其实是比较强 So 还有拿一些股票 我们是会放在Watch this的 OK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Atta Ames OK So Atta Ames呢 Overall呢是有跑 最近呢也是拉回来 所以如果他也是转上去 转上去 可能到2.9 还是怎么样 OK 就讲 Overall呢 他一定要就是要跑回一个Uptrend 所以2.8 2.9 我们就 才注意啦 不然的话呢 就是呢 还在 ICU 这种呢是 之前跑的股票 Astino 这个也是之前 跑的 So Before最近的Correction 之前跑的股票 这些呢 都会呢就是 放在我们的 Watch List里面 这个我们的Bottom Master 抓不到 因为他的反弹太大了 OK 不过呢 他如果是会起的话 他就会 转蓝色 所以呢 这个呢 你可以就是 再看一下 OK MGRC呢 也是 OK 一个呢 所谓的就是 比较强的股票 星期五的时候 也是创新高 所以这个呢 也是放在你的List里面 OK So 另外一个呢 CGB OK CGB呢 也是在我们的List里面 So 这个 股呢 它也是 之前 也是跑一个Uptrend 市场调整 它也是跟着调整 然后呢 现在呢 它是到了一个Support Level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会注意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其实呢 现在呢 你觉得是不是all in OK 现在可能不是all in 就是讲现在呢 有一些股票 是还要等多一下子 确认一下 OK 这个Trend有没有Continue 所以呢 我们暂时呢 最多也是5-60% 不会讲all in 还是不会讲all out OK 因为呢 是有一些股票还在跑 OK 还是Strong的 最近是转弯的 OK 这个是一个机会 这一次的这个List 会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呢 是在一个低点 Overall整个Market呢 还没有起 所以还没有起的时候 多一点是无所谓 至少你不会错过 等一下呢 等到Market起的时候呢 我们才focus 好的 OK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share到这边 谢谢大家